前言,城市中有太多的喜怒,太多的悲欢,太多的烦恼和痛苦,唯有如此,才能获得简单快乐。 一,知足常乐,平安是幸,知足是福,清心是路,广于是寿,人之心胸,多欲格窄,广于格宽,宁可清贫自乐,不可着付多优,寿自身处,已先退,得意浓时便可修, 是不可使尽,福不可享尽,便宜不可占尽,聪明不可用尽,滴水穿拭,不是力量大,而是功夫神,快乐就是看待城市的物欲,烦恼,知足常乐,精神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,二,活在今天,人生只有三天,迷惑的人活在昨天,奢望的人活在明天, 只有清澈的人活在今天,昨天已经过去,是过了期的支票,明天还没有来到,是不可提取的支票,只有活在今天是最现实的。 三,不仅仅计较,人生不必仅仅计较,将自己怒花宫心,与云生年不过百,常怀千岁优,百事重新起,一笑解千愁,如果想到我们都是来吃匆匆的过客,只不过是到时间走一遭,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? 四,为自己而活,活得简单不难,只需懂得为自己而活,为美好而生,为幸福而做,需求越小,自由越多,生活越少,舒适越多。 五,善待自己,多一分快乐,少一分忧伤,多一分真实,少一分虚伪,多一分悠闲,少一分忙乱,这四多四少很重要,有了他们交活的心情舒畅,老年人完全可以自主的安排好生活,善待自己,这样便会内心富饶。 六,少气多闲,深忙心闲,少气多闲,深忙心闲,真正做到这八个字不容易,关键是个选择,老年人安度晚年一定要有闲心,当然干点家务事也好,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也无聊,但是不要深忙心乱,要深忙心闲。 七,别跟自己过不去,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去适应不同的情况,心情轻松舒畅,不要心欲气节,跟自己过不去,人到老年,什么事都看透了,无论如何自己不要跟自己过不去,一定要善待自己莫烦恼。 八,懂得自得其乐,人生异常,别人追屋主宝,我只要风花雪月,花蓬石凳,小座微薰,歌一曲,你一杯,自得其乐,住宅舒适方便就行了。 喝笔笔要楼上楼下,一首歌,一杯茶,养养花,养养鱼,享受自然之美不是很好吗? 九,学会享受生活,多了聆听松涛,静观风雨,仰望星空,敞开心扉的机会,灵性俱足,千万不要错过欣赏大自然,享受大自然的机会,一辈子不容易,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。 十,保持简单心境,心境简单了,就有心思经营生活,生活简单了,就有时间享受人生。 我们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,不是天天混日子,也不是天天好日子,而是天天享受日子,这就需要经营日子。 城市中有太多的喜怒,太多的悲欢,太多的烦恼和痛苦,未有如此,才能获得简单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